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大家讲讲这个在美院里面 必须要临摹的这个三有百情图 还有品读一下我的创作 然后教大家画画这个三有百情图里面的一个配景 很重要的主旨 绘画来说很重要 这个一个趣有时是花了画 这个情趣这个趣味里面有文也之分 有高低之分 这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画画里面要在屏中求旗 而不是在求里面求那个线 这里面方方面面的要求 在绘画的理论里面 中国古人已经总结了很多这些经典的理论 我们要认真的去读 也要认真的去品读这个经典作品 上面我跟大家品读一下这个三有百情图 这张经典作品 这张编文镜的三有百情图 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张经典的作品 我是在里面品读了很多年很多年 也教学了很多年才慢慢把它读懂 它这张画里面感觉是杂乱的 但是来说里希希去品读 它是非常有里面的规律的 它这个规律来说是画家里面 这种画画的感觉跟他观察生活里面 方方面面都做到非常到位 首先第一个它这个配置是用这个松 猪 铭 这三个为主 以后来说再用这个石头把它压住这个 底下这个正脚 它里面的鸟的处理呢 你们可以先看看 这个最大的这个鸟 这个是斑鸟 斑鸟它在这张画里面就画了一个 这个是非常吻合斑鸟的生活习性的 斑鸟一般它生活都是单独一个的 一个小山头里面就只能够有一个斑鸟 有两个它就在打架 必须要有一个赢了 站住这个小山头 所以它斑鸟它就画了一个 你看它两个灰喜鹊 它就画了一对在这里 然后来说还画了一个在这里 感觉外面还有 它里面也行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 它在这里面构筑上 它这个秀眼 南方圆叫山施鸟 这个山施鸟来说呢 你看它它是成群的 这里面几个 这里还有一个 它这个看着这几个 这几个看着这个要飞走的 它这个山施鸟 它这个山施鸟来说是很特别的 它都是成群结队 一个跑掉马上跟着就跑 所以来说这个飞了 这个这些也马上准备要飞 它形成这个形 也是不等边的三角形 它互相之间是有复印的 你慢慢去看慢慢去品读 它每一种料 它里面的生活习性 跟里面的构图 都是非常有意味的 这种意味来说 你慢慢去品读了 单读每一种料就可以 画一张画 所以来说它这张画来说 里面你慢慢地去品读 慢慢去细看 这些山雀的活动 那种感觉在里面 跟这个麻雀这个活动 在地上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这个山雀来说 它不怕这些经济重生的地方 它专门去这些地方 它里面它感觉里面找到能吃了 而麻雀来说呢 它一般来说都是有人家的地方 它生活的地方 这个环境它就很舒服了 这种来说它也是一群在这里面 互相之间这种打斗 稀闹 在这里悠闲的 在这里面对话那种感觉 麻雀的那种感觉 在里面完完全全表达出来 这个 跟这个 它里面这种互相之间这种呼应 这个看这个 这个看这个 这个往这边看 这些里面 它互相之间这种呼应 是非常到位的 就最简单的 两个小鸟在这里面 互相 在里面的这种 嬉闹 在里面的呼应 非常的 有这种趣 刚才说了 绘画来说 一个要有情趣 要有趣味 它这张画里面是 值得你慢慢去品读 然后来说 这张画最重的地方 是这个 八哥 这个黑的 这里面 还有三个 也形成一个 不等边的三角形 在里面 就是说 这几个八哥 也可以单独成立一张画 它所人来说 这张画来说 你慢慢去品读 不透它 里面是非常有意味的 当然这张画来说 也是非常喜庆的一张画 非常吉祥的一张画 就是说寓意非常的祥和 为什么 因为它松朱梅 代表着 是中国的一种人文精神 这种长青孤老 这种主旨的 这种虚心 挺拔 不屈不牢 这种性格 还有这个梅花 冬天 它才开 而且是无话寒冷 寓意非常吉祥 所以这张画来说 它成为一个国宝籍的作品 就因为它方方面面都做得非常到位 所以在品读的过程中 你还可以慢慢去看 它里面的构图 光是松朱梅 它就很有这种处理的方法在里面 一个竹竹竿 直射 这张画里面 两个直射 把整张画撑起来 这种鸟 很多 杂而不乱 也这个竹 竹子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个竹子来说 它为了破它的呆板 它这些竹叶 竹枝条 都是这样斜过来的 它本身这个竹竿 也形成一个倒三角形 然后这些竹竿 在这里往这里斜 长出来 往这里长出来 这种长出来 这种斜的长出来以后 它就形成了 这个竹子非常有力量 而不大一板 然后这个梅花 全是往这边 45度角斜下来生长 这种45度角的交达 是非常美的 它这个松束也是 松枝也是45度角斜下来 跟这个竹竿的这种交达 只要来说 它这个边线的处理 非常的到位 绘画来说 经常要注意这个边线的处理 这个松枝压住这个角 让这里稳住 这个角是空的 所以来说 画家那种感觉 我们就慢慢去品读 它这一块 然后这里一块 也是倒三角形 这块松枝跟竹叶 交融在一块 所以松枝没在这块地方 这种交融 交融又有独立的 又有交融的在一块 这个是压住这个顶上 这个边角 压建两个的目的 是跟底下这个土坡 跟这些石头 形成一种均衡的着用 因为这里很重 它必须建立有 这个均衡的着用在这里压住 然后中间它用了这个竹叶 在这里面 起一个协调的着用 而且来说 它在色彩处理里面 这个红颜色 在这些画里面是最醒目的 它放到这个位置上 这个很醒目很重要的位置上 而且它这个红 配这个带有灰绿的这个竹竿 在这里还配一个最重的黑在里面 就显得它非常精神 所以来说 它这个主体的地方压得住 所以我再三说它就是杂而不乱 这个要你们慢慢去认真的去品读 所以有机会跟我学习的时候 去临摹这张画 慢慢地去研究 是非常有意味的一张画 同学们 大家看看我的这张创作 是《响舞》《孕语之二》 这张是画了第二张 第一张来说是比较扎乱的 这张来说呢 就梳理了很多 也是调到中央美院以后 创作的一张画 就是说心目中去掉很多杂乱的东西 这张作品来说 《响舞》就是到了中午了 该吃午饭的时候了 当了几年机器 对这种体验是特别的深的 干活的时候都盼着中午吃饭的时候 是吧 吃饭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所以说这张画也是非常有情趣的一张画 就我感觉 这张画实在来说 这种吃东西的 应该说就这个题材的 跟这个差不多的 这张是第三张 第三张这张是 其实感觉是比较满意的一张作品 它本身来说呢 就是说它这个鹅 这个黑中鹅来说 在农村里面是比较好的一种家庭 这个它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都是一个箱放东西给它吃 它本身这个鹅的劲就比较长 来说它本身在准备吃 跟吃的过程中 它本身就有一种非常美的 一种形式的美感 这种形式的美感来说 刚好在那个农村里面 经常看到这种围起来的 也有点丢气的这种石膜 这种风车 就是说用来吹这个稻谷用的风车 这些景象在农村里面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说这些都是在农村里面生活 对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感情的 但是这种东西来说呢 要表达它它有意味 里面这些的每一笔 都是用一种书写的手法把它画出来 也是前面跟你们说到的十八苗 这里面用了好几种苗法在里面运用 所以待会为什么要画这个竹纸给你们看 就是说刚才说的那张经典作品 里面有竹纸 这里面这张画虽然是公笔花了 但是里面很大一部分更多的地方 是用了很多用笔在里面 这种用笔是要经常训练的 这种训练在中国绘画里面 这个世军纸、梅、蓝、菊、竹 这个训练是非常好的 这张画里面 画的第二张就是说 把很多色彩去掉了 用了很微妙的色彩变化在里面 也代表了当时掉到中央美院以后 这种心态就是非常的平和 也非常的安静 因为原来的社会生活穿都没有了 就是生活也变得很单纯 就是说这张画里面 求的也就是单纯里面求丰富 所以来说里面的这些石膜 里面的用笔、用墨 都是非常有意味的 这种意味 一个是要训练这种十八秒的功底 另外一个就是对生活的这种体验 慢慢地去感受 这个该用什么的笔法把它画出来 体现出里面那种感觉 所以来说它这种用笔 跟这些羽毛的轻盈的画法 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但是它这个对比 又融合在这种以水墨为主的画法里面 所以来说矛盾出现 你处理得非常的到位 非常的完美 它的艺术水平就高 这个是经常跟你们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些小鹅 它们都吃饱了 在这里很悠闲的 在这里 你这个羽毛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对比 就是说这个大的跟小的一个对比 这个在吃的 这个已经吃饱了 在很悠闲的 这个一种对比 这两个对比来说呢 也是一种有这种人性的想法在里面 就是说先让小的吃饱了 就一直再去吃 当然这个是人性画的一种画法 当然也是一种表达 也是一种父爱跟母爱的一种体验 是吧 所以在这张画 在创作完了以后 心里得到了非常大的一种满足 就高兴了很久 很久 上面来说 就把这个竹子的画法画给大家看看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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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非常有它的规律在里面 但是它规律里面又不呆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有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收睏 这张是一张熟酸 熟酸画这个竹 它的难度更大一点 它要求也是这样一笔笔的画 每一笔它都显露出来 这种训练是非常有好处的 它里面本身